長江江蘇段湖北水道昨夜發生 一艘新造船隻自成事故 善人獲救二十多人失蹤 失蹤者多數為托輪上的工作人員 其中幾名外籍人士來自新加坡 日本是這艘托輪的 船東河工程技術人員 多家外媒日前報導 中國大陸對國安部門的整數 已經揭開序幕 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今天證實 大陸國家安全部副部長 黨委委員馬健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 一名副部長邱京也傳出被調查 民間機構民生觀察工作室 發布2014年中國被精神病報告稱 中共頒布的精神衛生法 實施一年多來 當局加強通過正常公民的被精神病 來控制社會 被精神病成為中共維穩的重要手段 香港特首梁振一施政報告 批評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院 主張香港自立自決是錯誤的港獨 泛民議員批評兩任報告 有如政治鬥爭綱領 要求梁振一下臺 港大民調顯示 僅三成港人對施政報告滿意 評分為49.5分 是繼董建華2004年施政報告後 再次錄得不及50分的施政報告 新唐人亞太電視整理報導